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走 快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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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点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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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教授 是我龙战海 龙战海 我哪儿也不去 还挺难似乎的 我哪儿也不去 走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是一群畜生 强盗 畜生 走 双手 走 快 走 混战 不许开枪 山姬 山姬 怎么回事 龙战海 混蛋 科长 我没子弹了 我也没子弹了 走吧 趁热空拳也得冲出去 拖延时间对我们不利 好 双两 不掩护 与去找教授 不 我也困你 教授命 走 干吗 外面打起来 我去帮忙 再打也轮不到你的 看住教授 快 来 来 快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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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队 二 快撤 你纠缠 给 冲锋 冲锋 开门 开门 安静 有毒气 撤 撤 怎么回事 没动静 走 冲出去 走 把这场 有毒气 领中护士 赶快走 你们躲起来 走 跟他们拼了 你去开车 我就叫群众 快 好 快 大家别乱 跟我走 快 我去 给我 干 你 一兄 你怎么走在车里啊 也不去帮忙 隆朕海让我守着欧阳教授 他去了 欧阳教授 在车里 太好了 我和贺党一直在找你们 上队 上车 走 快走 快走 上车 上车 站住 快走 快走 甘主 甘主 快点 甘主 他们应该是翻车过来的 快跑 抓住他们 甘主 回来 救谁 甘主 上 快走 二爺姐 追来了 走吧 你们快走 我顶着 师姑 那你怎么办 别管我 大宝 带他们走 狗娃 你们快给我走 家 师姑 你小心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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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压撤 大师兄 你小心 快走 大师兄小心 踢了一个女人 你们算什么本事 下 快去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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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他了 走 回去 大师兄 大师兄咋办 他能对付 再说 去也没用 这飞镖都没了 你们不是在院里头吗 从哪儿出来的 我救出教授 开车冲出来的 我想着你 就和大师兄 搬到下车了 是大师兄想着我吧 不 是我想着你 真的 咋了 伤着了 没事 我闯闯 走吧 你咋来了 二牙狗王他们呢 咱们都走了 快走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算你救我 没有你有仗能脱身 金秀 仗 慢点 放开我 放开我 兄弟啊 找个隐蔽的地方 把车藏起来 以后还用得上 好 放开我 你们这群畜生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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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渣 人渣 畜生 我不能再跟你们合作 欧阳教授 你们都滚 欧阳教授 都滚 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 你听我说 我们是八路军呢 欧阳教授 八路 八路 八路军 对 我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 是 现在你安全了 八路军 我可找找你们了 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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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避 DE 以后 阳教授 我还以为你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二遙 多亏了大师兄和你舅哥 你受伤了 没事 我迫点屏 还有谁受伤了 大师兄腿上好像受伤了 怎么样 有怪啊 没事 没事 你伤怎么样 给蚊子咬了一口 不碍事 那谁 果子 把这个金疮药拿回去 给你二雅姐敷上 行 还有这个 去吧 二雅姐 走吧 师叔 欧阳教授久醒了 基本稳定 不过在我出来的时候 他还哭着呢 哭 多大人了 还哭 还不如我呢 你也差点哭了 没有 我没有 虽然我们救出了欧阳教授 但他还沉浸在痛苦之中 他说一想起乡亲们 在毒气势力的情形 他就无法忍耐他内心的痛苦 那还是让他哭吧 师叔 咱们咋出城了 是啊 咱们这把鬼子老窝也给端了 他们肯定得把宝丁城 放个底朝天 要我说 要不现在这里躲几天 等风声过了再走 那风谷咋办啊 鬼子吃了大亏 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停 是啊 鬼子绝不会轻易放我们出城的 科长 都办好了 太可恶了 好 班主 还好我们的血设备没有太大的损失 失去了欧阳教授 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班主 班主 这些人有备而来 他们有枪 会开汽车 会不会是巴鲁啊 如果真的是巴鲁的话 那我们的处境 就要比想象的糟多了 班主 他们把大河班的汽车偷走了 里面有所有节目的秘密 一旦被军鬼人掌握 大河班领先的地位即将丧失 嗯 还是想想 如何向姬骨将军交代吧 佐藤 是 给姬骨将军发电 杯酒 天台在车里 被他们一起逃走了 变化还好用吗 我刚检查过 应该还可以用 喂 什么情况 司令长官阁下 我是石井圣男 刚刚香水厂 遭遇了一股 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 所种种迹象表明 很可能是八路所为 八路所为 是的 香水厂损失严重 请您立刻派姓兵 进行全城搜捕 务必 不能让敌人出城 石井军 抽签香水厂的时候 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让我们派取姓兵 却只能在外围警戒 连工厂里面都进不去 现在你又对我指手画脚 简直是让人难以接受 不 司令长官阁下 我们同位帝国的军人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应到齐心协力 绝不得 石井军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我的管辖区内 干了些什么勾当 不过 我必须提醒你 我们县兵队 不是你们大合班的 私家护卫队 还有 你们俩事情 我已经向华北朱天军司令部 和陆军省参谋本部报告 希望你们尽早离开这里 混蛋 佐藤 是 马上备车 我要亲自去见岗山 是 是 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一定会展开搜捕和封锁行动 军区领导和分区领导 还在等着我们解救教授的消息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返回根据地 还像上次那样翻墙走啊 不行 鬼子已经上了一次当 绝不会上第二次当 我们这次从城门出去 那咋出啊 好 兄弟啊 你去给教授换身衣服 好 你 跟我走 湛海 刘魁 尼秋 咱们保护教授 开车从城门出去 啥 又不带我们呀 对呀 又想把我们给甩了 龙大哥 你说带我走的 我就要跟着你 干吗呀 没听郑国书说呀 我们救教授 是为了救凤姑姐的命 下次带你去啊 对 还是救我师父要紧 铁头师叔 狗王 你们放心 我想办法带你们出城 你带我吗 行 大宝 你能带他们出城 师爷 我想办法呗 好 但要保证安全 不能冒险 师爷 你放心吧 但我们要是出城 去哪儿找你们呀 出城之后 到李庄镇 山货行 找邢老板 他会安排你们下一步行动 李庄镇 山货行 邢老板 行 我记住了 师爷 给你抢 咱们这么多人哪 没这么大的车 还真是不行 算了呀 这回啊 就算石井那王八蛋孝顺咱呢 刘魁 这里边可都是机关 唱什么 我来 这都是什么呀 大师兄 你看我 赶紧给我摘了 我就见不得鬼子玩意 刘魁 等等 您就这个主意好啊 啊 站住 站住 干什么呢 这是石井长官 尤其是要见岗山司令官 没有证件 你们不能进去 不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能耽误 我们也是按命令行事 请长官理解 什么情况 石井军 这么找来 有什么急事呢 司令长官可想 报告 大路可现 这两个人从里无理 又传进来 行了 先去吧 八路权刚刚接走 一个重要的犯人 此人 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 这关系到 帝国战争的成败 关系到帝国的未来 是吗 长官阁下 我认为 我们之前的矛盾 完全是出于误会 而且 您向华北驻吞军司令部 和陆绝成参谋本部 报告的事情 不久 一定会有结果的 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是的 这一点 我非常地明白 所以 还请您下令 进行全程检验 捉担八路军 是吗 长官阁下 我确实 这副特殊的使命 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 向您说出来 请您理解 好办 我会考虑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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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唐人 该度用的 通质 不仅仅 我和柯真是 有心仅人 不仅仅 要是 不仅仅仅 我和柯真是 若鹅 准备战斗 干什么呢 我们是日本大河杂耍班的 要出乘老军 是太军啊 对不起 久闻大河班的名声 不过 也得进行检查 对不住了 是吗 行 好 好 祝你们演出顺利 放心了 没事 没事 拦住那辆车 快 你们有滑路 站住 快点 冲我去 拦住那辆车 拦住 拦住 站住 车站 拦住 站住 这车上有机关 在美国啊 我就听说啊 八路军打鬼子特别厉害 这两天我是亲眼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那是 感谢你们大家 为了救我 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救你 是为了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就是 就是 我一定啊 把我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 贡献出来 服务于我们的祖国 是为了救我 将军阁下 属下罪开万死 请将军阁下知罪 他们突袭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我 包括将军阁下 当时实验大获成功 敌人投袭的时候 属下正在和欧阳教授 饮酒庆功 混蛋 帝国大爷为常 后宫自由 是 属下轻狂 犹入帝国军位 请将军阁下恩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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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押下去 带我上上去报告之后 从回国内 接受军阁出制 是 是 没兵 感谢将军阁下的栽培 施敬 让你失望了 将军阁下 属下有事禀报 是 此次刺已被敌人突袭 除了我的王国职守外 干山司令官也罪责难逃 你 这 干山 这才是我 敌人潜逃时 班主曾打电话 要求干山司令派兵增援 全程送部找到欧阳教授 但他退阅前任 一无战机 直到班主亲自当门 他才派出宣兵 支持敌人逃脱 干山军 是这样吗 将军阁下 恕我直言 我自始至终 也不清楚 施敬军和大合班的来历 他们神秘莫测 却又手眼清高 到现在我才知道 施敬军的军衔 仅仅是个中左 可他却多次对我发号施令 作为本辖区的最高长官 我有独立行使职责的权利 我们帝国旧人的一切权利 都要服从于 天皇之一 服务于国民地义 是 不过 刚才我听你们说到天使计划 胜必非常重要 既然需要我的保护 让我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幕 以便能更好地配合行动 我想 这并不过分吧 港山君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 是 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 也请将军阁下出席 我会把你的情况 三上级回报 将军阁下 港山司令长官 已经把我们的情况 如是向华北驻吞军司令部 和陆军省参谋本部 做了报告 是吗 是的 我必须了解 治安区所有人的情况 请将军阁下理解 我会给你答复的 把他押下去 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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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许 班军 所以你 就会说 见识吧 再见了 我的兄弟们 中文 槽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咋回事啊 你 我正做梦吃烙饼呢 给你给逛的行了 你看看这 这没油了 让大伙走着过去吧 啥 啥油啊 想让他走呢 就能加油 能加油呢 他就不走 这不这玩意儿 比毛驴子还倔呢 欧阳教授 前面马上就到了 咱们走过去吧 好 走 走吧 走吧 大伙 走 走 侯科长 你们回来了 小同志啊 这回又不来我们了 我认出你来了 还有你 不打不相识吧 小同志 下哨以后 通知你们排长找起匹把 把那辆车给拖回来 还有用呢 是 欧阳教授 请吧 请 欧阳教授 这是我们的司令部 早盼着你们回来了 报告司令员 我们顺利完成任务 安全归队 好 好 杨司令 这位就是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 这是我们分区的杨司令 大 欧阳教授 你好 让你受苦了 杨司令 我这次从美国回来 辗转至今数月有余 期间 还落入倭寇之手 行得贵君一事舍命相救 我才侥幸逃生 大恩不敢言谢 贵君日后若有差遣 我欧阳和平万死不辞 教授 强敌入侵 国家危难 凡我中华儿女 都有誓死抗敌之责 日军悍然践踏国际法使用毒气 我们希望能尽快研制出来 克敌制胜的妙药良方 城门规境高看 欧阳和平 此当不亦欲利 好 谢谢 郑光 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我要向上级首长为你们请功 司令员 这次任务 校所助同志牺牲了 我请求为他请功 是啊 你马上把这次行动报告写出来 是 教授 您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这里不比大城市 更不能比美国 让你受委屈了 杨自令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这次选择回来报效祖国 就已经做好了吃苦 甚至是牺牲的准备 好 谢谢您 先休息 吃饭吧 别别别 司令员 先请教授 给丰公找找病吧 刘奎 欧阳教授刚到 一路上那么行吗 让他先休息会儿 不是 师叔 丰公那病耽误不起啊 咱去保定卫上 不就是卫老 把教授抢回来 给丰公瞧病吗 刘奎 好了 你们都不要争了 他说得对 治病脑筋 谢谢 走吧 带我去看看 丁欧阳教授的 去吧 你们几个先去 啊 走 胡科长 你们总算回来了 风儿怎么样 凤姑越来越严重 凤姑 凤姑 你醒醒 你醒醒啊 我把教授给你带回来了 你醒醒啊 啊 吴医生 这是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 这是吴医生 欧阳教授 这些日子 我一直用酒精给他擦身子 刚开始还有一些效果 可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那是肯定的 唇类物质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有这样的作用 但那只是暂时的 表面的 并不能对毒素 起到中和作用 而且时间一长 还能刺激血液中毒素的扩散 加重病情 我说我这功夫 咋不如以前了呢 要搁以前 不能一拳打折 鬼子泪跳 现在觉得 逼倒不行了 你就会冲打头 告诉你 凤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一碗 刘奎 这还也是好戏 欧阳教授 你抓紧时间 给凤姑看看吧 好 还好 幸亏 我们赶回来的济世 您 您的意思是 凤姑还有教法 他种的是一种 缓性刺激毒剂 跟日军在毒气工厂 试验的那种 红色二号毒剂的原理差不多 可以治愈的 这些药呢 是我私藏下来的 一会儿呢 给凤姑进行肌肉注射 每天一次 每次零点五毫升 尽量注意点 一定要保存好 我们只有这么多了 好的 欧阳教授 您放心吧 欧阳教授 好 坐坐坐坐 谢谢 杨司令 这个是解毒剂的配方和设备清单 专门对付红色二号毒气 据我观察 红色二号的研制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而且马上就可以批量装备部队 日军不顾国际公约 亥然使用毒气 要是没有您的帮助 我们的同胞将遭受不计其数的伤害 是啊 而且至此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首次使用毒气 给英法联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而且这种武器极不人道 受害者饱受痛苦 惨不人多 他最大的危害就是居民不分 这是段子绝孙的恶性 为了能够让各种毒气的伤害 得到快速有效的治疗 我和我的导师克瑞恩教授 一起致力于解读剂的研究 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这次能够用它 解救我们自己的同胞 这十年的辛苦 总算是美白费啊 不过 也被高兴太早 恕我直言 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和设备 我们还不具备批量生产解读剂的能力 哪怕是简单的实验都难以完成 好 你就拿这张配方来说吧 这是治疗红色二号所必须的原料 我们能找到吗 教授您放心 只要对抗战有好处 就是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克服 如果这些原料和设备 在保定找不到 那我们就去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那太好了 只要有了原料和设备 我们就可以批量地进行生产了 原下呢 我还有些个土办法 教授你说 我和我的导师 卡瑞恩教授 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中国的现状 工业化水平相当落后 而我呢 又是中医世家出身 所以我当时就本能地想到了 具有类似疗效的中草药 中草药 是这样 我在研究化学解毒剂的同时呢 也配备了一道中草药方计 然后用了两组小白鼠做对比实验 结果发现 他们的疗效非常地接近 这太好了 我们这儿满山遍野都是中草药 只要你开出方子 我马上派人去解决 教授 谢谢你了 好 教授 这个是吗 这个不是 还得找 大师兄 你看这个 什么玩意儿 紫草啊 什么紫草 我怎么看着不像 你知道个啥 教授 你给我瞅瞅 这是不是紫草 这个呀 不是紫草 啥 不是紫草 我刚才都看过了 这片山上什么种草药都有 就是缺紫草 缺一位就缺一位吧 咱这几十位都找齐了 这缺一位也差不了多大劲 胡说八道什么的 请教授他 我跟你说 这位紫草非常地关键 因为只有靠他 才能把其他药里的药效 都给激发出来 照您这么说 要是采不着这紫草 咱们这么多药 都白采了 要是没有紫草的话 咱们这些药的药效 就会大打折扣 那 那咱们 这样吧 咱们呢 再往高处走走 还把高的地方也许会有 走吧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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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咱爬了这么高 也没见到紫草啊 先别着急 我先装有气 咱们 不要让øs 我回来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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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